大家好,今天又是一个Vlog 这是Abby,这是Momo,这是Momo的妹妹Zoe 今天我们准备一起去自然历史博物馆 虽然在纽约已经很多年了,我却一次都没有去过 这个门洞画得有点太黑了,其实里面是很亮的 我饿了,我要吃东西 早上我没有吃早饭就出门了,等地铁的时候太饿了 我拿出了一块饼干开始吃,嗯,真好吃 下地铁了,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去博物馆 大多数都是小孩,还听到了爆树 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 哇,好多小孩啊 知道是哪个倒霉的老师周日还得上班 我们要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过面子也买 从地铁站直接就能进到博物馆里面了 Momo拖了一个行李箱,因为晚上我们要去cabin住一晚 所以带上了行李,现在在排队过安检 好,这一段就快进了 哦,意外发生了,没有寄存的地方,博物馆不能带箱子 那么很遗憾,这位男士不能和我们一起去博物馆了 他将在博物馆附近的blue bottle写code 谢谢 Zoey想要看博物馆奇妙夜里出现的经典场景 Zoey是一个二次元少女,平时的兴趣还好是看动漫 首先我们想要去看恐龙 恐龙在三楼 OK,那我们直接去三楼吧 其实就是四楼,看错了,不好意思,我们要去四楼 好吧 好了,我们现在要去看恐龙 去看恐龙了,恐龙,恐龙在四楼 终于找到恐龙了,恐龙的化石真的很大 不过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些不会都是假的吧 真的会这么大大方方的摆出来吗 大家这看起来假假的 看DBT的 叫什么石膏做的 蛋做的 好搞笑 像馒头 跟我的小臂一样长 前的生物都好漂亮 二十二 这类的世界很漂亮 所以这个大路倒过来 看这个世界看人家这种世界 这你怎么会知道 好,我们逛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的老腰已经开始疼了 非常需要找个地方坐下来 眼前的这个凳子出现的刚刚好 可是上面坐满了人 我立刻发现还是有一点空遗余的区域的 就是这里 还是可以坐下 还是可以坐吧 对,坐下 休息了一下之后 又精神满满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土著区 他们有很多的activities 比如说打羽毛球 捣酸 这就是他们的羽毛球拍 他想靠这个鞋子的笑容 吓老敌人 然后来看赫赫有名的复活岛石像 我管他叫复活节岛石像 叫了一个多月了 都没有人纠正我 这是服了 身边一个有文化的人都没有 逛完了之后 我们去Blue Bottle 找正在写code的Momo 然后Zoe和我分享更多 进击的巨人的冷知识 Momo继续写code 哎呀,忘记画箱子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忘了 他说这样 哦,对 他的北是这边 哦,所以那个帕拉迪岛是在北面 对,但其实是这样倒着 哦,我明白 因为他们在这儿 因为他们的文字也是倒着 过了一会儿我们饿了 来到一家餐厅 等餐的过程之后 Momo拿出了国际象棋 他最近迷上了下国际象棋 每天都把这盒新买的国际象棋 拿出来盘一盘 就像老大爷盘河头那个样 然后他的目标是一年之内 击败Washington Square Park 里的大爷 他很开心的 今天早上给人的夕阳机 拍了很多profile pictures 哈哈哈哈 那你跟我一起把它拼起来 就随便下吧,这位 不要 你是想从我这个新小生上获得 就这样吧 好,好,就这样 好啦,边吃边下吧 哎? 好菜哦 所以你只想吃饭而已 咱们要不要下去 这个是印度尼西亚炒饭吗 除了那个是印度尼西亚炒饭 他还有薯酵耶 I like薯酵 我吃了 吃完饭离我们下午要出发 他还有一阵子 摸摸下棋下上瘾了 想继续在餐厅下棋 直到后面等位的人越来越多 实在不能继续坐在这儿了 所以我们准备先出来找一个地方 坐下,然后继续下棋 今天阳光很好 我想要拍几张美美的照片 虽然我不是很相信 这位摄影师的技术 不过在场也没有其他的摄影师了 这位摄影师的摄影师 我们会把他摄影师的摄影师 摄影师的摄影师 腿好短哦 也还行吧 哎呀 其实还不错 刚刚说了收不回来 再拍几张 再拍几张 再拍几张啊 我们锁定了这个hotel 我心中的酒店大堂是长这样的 有很多座位很暖和 而且有wifi 非常适合下棋 我们远远地看到了这个酒店 长得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Let's try Damn 这好像不太行 那边有一根盘 拿着一摞小飞在盯着我们 A few moments later DAMN 我好了哦 快点 你拯救我 快点 来